下午14点世界杯爆最大冷门 亚洲渔南创历史 中国女卒好运当头 大家好是阿志 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女卒 目前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营中 这次中国女卒是在拿下亚洲杯冠军之后出征世界杯 可以说外界球迷对于中国女卒挤于厚望 虽然在上一场0比1输给丹麦 但是接下来迎战海地和英格兰 中国女卒还是有出现的机会 现在希望也是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上一场输给丹麦之后 中国不少人都认为中国女卒分在死亡之族 不管说对面海地还是英格兰 都要获得连胜才能够拿到出现的机会 但是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对比较世界杯小组其他小组的情况来看 也不乏有暴冷出现 其中今日就爆出了亚洲杯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 虽然这次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有排名和对手都是相差甚远 在开局之前都认为这只弱旅是无法取胜的 但是结果就是大相径庭为中国女卒很好的示范了一场以弱克强的比赛 也值得给中国女卒提很强的信心 根据媒体的报道 目前在刚刚结束的一场世界杯小组赛爆出了最大冷门 就是新西兰女卒和菲律宾女卒 其实数据女卒的球迷都知道 菲律宾女卒是亚洲里面实力非常一般的球队 可以说对比较中国女卒来说 他们就是云南球队 但是却在和新西兰的比赛中非常意外的1比0击败了对手 要知道上一场比赛新西兰曾经1比0击败了世界冠军挪威 所以说菲律宾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他们也具备了以弱克强的整体实力 无疑会给接下来的比赛属于非常强的信心 而这次随着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无疑菲律宾也给中国女卒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可以说以弱胜强的事情在世界杯期间也不是不存在的 回顾此前中国女卒在亚洲被夺冠 先后击败了韩国和日本 其实没有人在开赛之前看好中国队 但是中国女卒就是凭借着非常强的女卒精神 所以说拿到比赛胜利 包括最后一场和日本女卒直接打到点球大战 也是凭借球员还有守门员各个位置的发挥拿到胜利 所以说离不开任何一个人的努力 如今菲律宾也是为我们中国女卒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其实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球队 实力都不会太差 在团体作战上还是具备优势的 而中国女卒恰恰是我们的拼搏精神 是中国女卒的一大特点 所以说我们在实力上即使和对手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能够进入到世界杯 证明整体度不差 无疑对于水静牙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目前中国女卒也是在不被看好情况下非常的忐忑 如今菲律宾也是给中国女卒做了很好的示范 打了一记强心计 所以说也希望中国女卒能够继续加油 证明自己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